斗罗大陆5 重生唐三 作者 唐家三少 第83章 兰吉圣母 莫恩勤安慰唐三 不用担心 老师们就是检查下你的身体 看你的腰神便便意在什么地方 也好在未来因材施教 将你的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 没错 在看过今天唐三参加的两场实战后 几位老师几乎是一致认定 他的腰神便是便意的 不然 他怎么可能发挥出如此强悍的实力 这根本就是违背常理的情况 便意在什么地方非常重要 人类一直在研究有关腰神便的一切 尤其是像唐三这样 小小年纪就能发挥出如此强悍实力的情况 更是极为罕见 老师们怎会放过呢 唐三在施展锋刃的时候 身体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异 也没有哪个部位变成锋狼的模样 这和五冰纪的冰晶变有点像 是纯粹的元素变化 可实际上 唐三体内的血脉波动又是类似锋狼族的 并不是锋元素体之类的 因此 单纯从元素掌控的强度来说 它是不如五冰纪的冰晶变的 其一的是 它既然能够将封元素控制的那么好 单纯的元素强度不够 它就通过压缩的方式让元素的强度变得更高 甚至还在五冰纪的冰元素之上 无论是丝儒还是关龙江和穆恩晶 其实都看出来了 唐三多少是有手下留情的 否则的话 刚才五冰纪最终能不能赢还是个问题 由此可见 唐三这孩子有着远超他年龄的成熟以及沉稳 这就非常了不得了 再结合镇长在他来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收他为徒一试 几位老师对唐三的好奇心大幅度增加了 唐三文言点点头 并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之色 丝儒眉头微皱 道 唐三 你给我们讲讲 你是如何控制封元素的 唐三愣了愣 道 我能看到他们 他们也听我的 所以就能控制他们 然后我一直和他们玩 他们就越来越听我的 我尝试着让他们进行一些变化 他们在变化之后能产生不同的作用 唐三知道这里的老师和自己那位王延峰老师不同 他们是真正见过世面的 而且实力很强 所以他知道自己对于封元素的操控如此巧妙 必定会引起老师们的怀疑和好奇 镇长不让他说出悬天保路的事情 那他只能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了 他心中早有复稿 自然是不慌的 你能观察到元素? 斯儒心中一动 那你说说 封元素是什么样的? 唐三道 他们是一个个光点 青色的光点 他们很活泼 每一刻都在动 他们喜欢自由自在 不喜欢被束缚 一旦被束缚 就会变得暴躁 当他们自由翱翔的时候 就会特别的开心 他对元素的理解何等精深 几句话就将元素的特性讲了出来 听了唐三的描述 关龙江和莫恩情的目光不由地都落在了斯儒身上 斯儒微微汗手 他说得很对 我相信他能看到封元素 否则对元素的理解不可能这么深 好家伙 我们可真是捡到宝了呀 这孩子在封元素掌控方面 有着极其独特的天赋 我基本可以肯定 他的蜂狼变 血脉是变异的 而且变异是朝着蜂元素掌控的方向进行的 他对蜂元素有着独特的感知 而且精神力也因为这份感知而增强了 他能将蜂元素控制得这么好 一个原因是他对蜂元素的亲和力极高 另一个原因应该就是他精神力强度颇高 说到这里 斯儒目光灼灼地看向唐三 道 唐三 阵长擅长的并不是元素方面的能力 这点你应该知道吧 在咱们学院之中 最擅长使用元素的其实是我 所以 我觉得由阵长来教导你是不合适的 尤其他又那么忙碌 不如你转败我为师吧 我来指点你元素方面的修炼 观龙江咳嗽一声 道 老斯 你这就不对了 你怎么能眼镇长抢徒弟呢 然后 转头看向唐三 其实 在元素方面 这些年我理解的更多一些 武兵记就是我直接指点的 不如你也加入进来 我一起指点你们两个 相信不久之后 你就能进入六阶 慕恩琴别过头去 他是老实人 对这两个一本正经抢人的家伙 有点没脸看 唐三看看这二位 他现在算是明白之前 镇长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很显然 镇长对这一幕早有预料 老师说 在学院之中只能拜一个师傅 要不 您和他沟通一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唐三只能这么说 这时候哪能做选择 别说镇长知道他的秘密 就算不知道 他也不能冒着得罪镇长的危险 而转败他人为师啊 这小子 丝如狠狠地说了一声 误人子弟啊 我找他去 说着 他身上蓝紫色光芒一闪 下一瞬就凭空消失了 雷电 唐三瞬间就感受到了 丝如刚刚施展的能力 心中惊讶更增添了几分 或许 丝如说得没错 他才是学院中 在元素控制能力方面 最强的一位 神级 而且还是掌控的雷电 雷电以爆发力强著称 达到神级的雷电之力 威能一定不一般 关龙江有些无奈地道 唐三 那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回头再说 你先好好修炼 你的潜能很大 争取早日提升到六阶 你可以直接接任务了 回头让独白和橙子诚 他们带你去看任务单 之后学院也会组织一些 对你们有益的任务 你可以去看看学院内的小卖铺 那里一定有适合你的东西 但需要你凭本时赚钱购买 这一点学院是不会对任何人搞特殊待遇的 是 唐三答应一声 他已经提取了两个关键词 一阶任务和小卖铺 唐三知道 今天的实战对他来说是一次检验 他通过了检验 学院才会对他开放这些权限 他都要去看看才行 好进一步熟悉这里 于是他去找独白和橙子诚 镇长住处 镇长正站在房间中央 恭敬地向主卫行礼 圣母 镇长张浩轩恭敬地身诗意礼 张震长别客气 说着 女子缓缓拍起右手 一个蓝色的纹路浮现 张浩轩看了一眼 脸上顿时露出了微笑 向女子点了点头 这女子坐在主位 身上穿着淡青色的长裙 头上戴着一顶斗签 面纱垂落 看不到她的面容 就连她身体周围的空间 仿佛都有些虚幻 圣母最近可还安好 张浩轩微笑着道 还好 最近一直很平静 没有什么重要的安排 学院这边 孩子们的情况如何 圣母微笑着问道 张浩轩道 一切顺利 大家都在悉心教导学员 对了 最近来了一个新的成员 是我们在风狼族那边发现的 这孩子情况比较特殊 他的风狼变应该是有所变异的 他只有九岁 修为就已经达到五阶 他的背景我们已经详细调查过 没有问题 所以就将他收入门下了 他现在正在学院学习 玩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